字幕 李宗盛 今天我们介绍一下ACC-741L放入器特性的分析 首先我们展示一下接下 我们先连接 这个新核打线圈的测试线 测试线的测试线是三线的 一端接到我们这个断楼梯端子台的测试线上 另一端这个三色线按颜色对应测试线 然后再找到我们这个出线圈的测试线 将黑色插入公共的部队 另一根线插入我们这个测试线的这个插口 然后另一端也是同样的 现在我们这个挂了起来的测试线关上 然后接下来再接我们这个断口 断口这个测试线 这个呢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的夹子 然后我们这个断路器的上端 颜色也有夹子 然后还上一个黑色的层面 将下边的那个三个点串联起来 用这个黑夹子夹上 下边为一个点 上边是分开的 然后呢 另一端是这种 这种插口 你现在插入我们这个 上边四个就行 上边这四个就是我们十二楼段口 然后我们现在想要插入第一个 然后我们就来装我们这个 测试器 我装的是直载测试器 将多边直载和这个 直载测试器 然后将直载测试器 在这个动作头的那个金属连杆上 连好之后呢 让我们这个找到这个线 同样的 接入我们这个测试器的那个接口 后我们接上了电源线 打开一些电源 开机后 进入我们这边的 主线呢分件是 数据测量 文件管理 亮度调节 时间校准 系统设置 和串口通线 串口通线 目前还在开发中不能使用 然后这个系统设置呢 是在密码上 然后密码一般不需要进入 然后这个是时间设置 这个是亮度调节 可以根据这个需要调节亮度 然后还有历史数据 就是目前测试的一些数据 可以将这些数据先打印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数据测量 数据测量呢 进入之后 就是这个地方 上边显示的就是我们这个 断口连接线的当前状态 让我们来知道这个断路器 现在是分还是合的状态 目前呢看这个颜色是分的状态 上边呢是几个测试模式 这种别是自动测试 分杂测试 合打测试 手动分合 分合测试 合分测试 还有分合分 低压测试 因为这个断路器目前是分的状态 所以我们选择合 合打测试 选择合打测试 选择合打测试 目前呢目前是有金属测试 然后还有测试点量 就是用这个 这个开关 这个分合线圈的这个输画点量 可以进行任意的设定 然后开关形成 开关形成就是 我们所用传感器的总形成 我现在用的是直线传感器 所以它形成是50毫米,所以我现在设的是50毫米 然后还有选择触发方式 有外触发和内触发 因为我们现在接的是内触发键 所以我们选择内触发 然后开关类型 是有断路器等这些开关器类型 这个根据实际情况性选择 或者选择自定义 然后我们就接触微速数字 然后传感器 直线传感器和旋转传感器 就这两种根据实用的传感器选择 然后这个传感器数量选择一 传感器位置 因为我们这个传感器只能装在一项上 所以我们只能选择一个 我现在装的是C项 所以这里选择的是C 然后是重合扎时间 这一些还有测试时间 是根据这个断路器的土壤信息条 然后我们点击开始 设置 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点击开始设施 这个是没有反应 所以说这个是没有目前的 这个断路器 属于缺电的状态 所以我们需要进行储能 点击我们这个储能 然后点击开始 现在我们这个断路器有电了 它就可以进行正常的操作了 还是同样的 选择这个模式之后 然后我们点击开始 然后得到我们这个测试结果 得到测试结果呢 就是我们可以进行打印等一些操作 我们可以看右上角 这个是测试参数 就是目前这个界面 还有测试数据 图形分析 还有这个重新打印 我们看看下一个测试数据 就是我们这次测试的一些数值 在这里 然后还有这个图形 图形数据 然后最后呢 我们可以打印这个结果 打印界面呢 有几个这个想象可以勾想 根据自己需要 打印合适的这种打印结果 然后打印 点击打印 好 好 看 嗯 看看我们这个 反印结果 然后我们这个U盘功能目前暂在开发 所以这个功能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点击上回 可以从历史数据都插开 上这个试着结果 然后我们点击上回 然后我们这个仪器都写着就 到这里的话就结束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